然后他们两个都有TP嘛 如果左边敢开大龙 那他们就可以提过来一起打 而这里想直接抓 直接开车 这 这直接要被炸弹压起身 然后瞬间交一波闪现 往旁边拒车 真的假的 瞬间的跟上 蓝波反手撒一个大招 是蓝色方的一波反打的机会 狗熊一个人断后 但经不住卢签这两枪 再补他两枪 卢签收到这个狗熊 旁边海克也开了一手精神 保障自己的输出 卢签又这个Q弹了 一个爆爆到了两个人头 瞬间三杀在手 他们以为是四包一 想越中路这里 四个人一起 四包一爆 先打的波闪现 打野已经倒了 通知运弹精准一指 直到脚越更大 那再不打不可以 而且背舞到后期 爆发也是有一点 哎呦狗熊 被蓝波撒个大招 能不能走出去 这大招位置很好 没有炸弹来了 张帅又赶过来了 哎呦这一爆再一拉 但是只打到一个人一个 虚昏这隔墙 轰死了狗熊 很漂亮 蕊昊这边也被卖掉 蓝色这边踢下来也无弃于事 那这样 虚昏这边又把威武的野斧打下 打下去后 怎么可以逼打龙啊 应该会去尝试一下 还要来还要来了 这部沈阳哥还是没有闪现 不过有大招 看能不能操作 又只有半血的下子 等不要等 马上踢过来 他才会拉 哎直接拉了 虚昏这没人接受 但又被反爆 后继再一拳 想把这二台一推直接绕后 三强之间过来了 一拉拉到了三个 配合着脚跃两个人双拉 一的瞬间被拉死 后面这张帅也成功的逃跑 小C是顶不住了被蓝博 红火炮而死 后面小草包能粘后续的伤害 UNIBOY过来偷一下 偷射体能偷掉吗 张帅有个续红拳 感觉伤害有点不够 好像完全不够啊 四个人压他的起身 感觉换不了人了呀